主委 來,主委請 蔡委員早 主委早 今天我們看到媒體報導 林美齊小姐 說她擔任護士是血汗生活 這個工時長 工資低 而且也得不到加班費 所以即使生病也沒有辦法請病假 台灣的健保是大笑話 主委你身為我們全國勞工最高主管 主委有什麼感想沒有 我們護理人員的生活的確是非常辛苦 其實我們看到這樣的新聞報導 是很痛心的 台灣的整個健保制度本來是台灣的一個驕傲 但是的確類似這樣的指控 那麼台灣的健保是建立在 或者立即在我們的醫護人員的辛苦 跟被某種程度的剝削的情況之下的話 的確是一個非常不應該的一個現象 那在勞委會的執掌範圍之內 因為其實它牽扯到整個健保制度的建構 包括保費要不要提高 包括健保的給付的整個結構性的問題 但是在勞委會執掌範圍之內 包括醫生包括護士在勞動基準的這一塊 能夠去處理的部分我們盡我們的努力 但是其實只有勞動基準符合是不夠的 你譬如說符合基本工資 你譬如說符合公司相關的規定 那這是一個最低程度的要求 那事實上包括病床比醫護比等相關的一些議題的部分 衛生署也會有一些方案 那我們會跟衛生署充分的來做一些溝通跟合作 那麼怎麼樣來讓我們的醫護人員在工作的時候的勞動條件的保障可以做得更好 坦白講當CNN要報導台灣的健保 是我們一個非常大的榮耀 而且只佔GDP的7% 可以說用最小的成本做最好的服務 況且世界在評比所有的健保 我們台灣還排名第二名 甚至還被如果加上我們的7%的比喻的話 還被譽為是最好全世界最好的這個健保制度 但是今天在我們本來要享受世界級的這個光榮的時候 林美齊小姐這一邊指控讓我覺得非常的心痛 到底我們立法院也剛因為富士方的問題召開在委員會提案過 在公廳會剛召開過 不過對於醫師以及護士的這個工作 那到底能不能成為勞基法的對象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也是保障他們公實工作權 以及他們自身各項福利權利的措施 但是到目前為止我看到我們老委會在這一方面的說辭 我覺得心有極其言 主委 敢說台灣這個環化護理的所在 這麼好的制度 敢說沒辦法讓我們的醫生和護士 可以過得更好 可以成為真的勞工保障的範圍嗎 是 跟委員報告就是說 就有關護理人員的部分 我們在今年的1月1號已經 有一部分已經都排除84條子一責任制的使用 他本來就已經納入勞基法 那到103年1月1號的時候 全部護理人員包括急診室的 全部都排除84條子一責任制的使用 那醫生的部分呢 我們昨天也為了這個事情 也開了一次的 這個大家之間的這些協調 那就有關於住院醫師的部分 大家比較有共識 那現在問題在於說 在整個立法技術上面還有一些東西 必須要進一步的來審做 譬如說住院醫師的定義是什麼 他其實並不是一個法律上的專有名詞 那更不用談說 這些小診所裡面 也沒有所謂住院醫師的概念 他的受僱律師也沒有所謂住院醫師的概念 因為只有大醫院裡面 大醫院裡面 大醫院裡面有所謂的住院醫師 我坦白講我們都一直沒辦法理解 我坦白講 今天我們林書豪是百大名人之首 我們的你你也進了榜 我們都以你為榮 就像如同台灣的健保上西河南電視台一樣 我們是何等的高興台灣能走出 而且這種無源的外交是我們最好的成就 但是我也很不想看到我們林美琪女士這種說辭 不過他這種血液的指控 難道我們沒有辦法來即使來處理嗎 難道我們一定要等到他頒上的西河南電視台以後 我們才要來深切的檢討嗎 坦白講我真的很心痛啊主委 是跟我們報告就上次我們也特別請了全國護理師公會的理事長 跟秘書長到同樣衛環委員會裡面來做了說明 那我們如果記憶猶新印象非常深刻就是說 其實全國護理師公會對於我們的整個健保制度的建構 包括保費的調整等等 那是最源頭的一個問題 所以當我們期待用最少的保費能夠得到最好的照顧的過程裡面 我們就犧牲了我們醫生跟護理人員的勞動條件 那我們現在目前要去做一些調整 主委 我覺得他們現在只要求我們的護士跟醫師 這麼卑微的要求能夠跟我們 視同我們勞計法的適用對象 就是如此卑微的要求 我們還有很多顧慮嗎 跟我們報告就有關於護理人員部分 我想我們本來就有適用 那醫師的部分的話我們會逐步的來做一些討論 我想我在這裡一定要請主委 今年年底前 一定要提出完整的方案 不要再被指控 聽到血液 我就 聽到血汗 我就想掉我們台灣廠商被園區的狀況 我們希望走出這個陰霾好不好 今年年底前 我們做一個比較完整的讓我們的醫生護士能夠有一個完整的這個生活工作環境好不好 第二個我想基本工資我們現在在臨時工的部分 那麼審議辦法的第五條第一項 我們要每年第三季要進行審議 那麼今年是不是如期審議 是 各位報告我們今年會如期在第三季的時候召開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 那我想如果要審議的話這個標準不要再按照1比1 不是啦 那臨時的齁 大家也都知道比較貴啦 我看現在這種比例就是1比1的比例嘛 對不對 至少我們臨時工的比例應該達到1比2 買算的當然比較貴啦對不對 我們來去超市買 買幾大堆的當然比較燙啊 買大量比較燙啊 聽算的當然比較貴啦對不對 尤其那個臨時工通通是我們國內的學生啦 弱勢團體啦 婦女啦還有一些真正 這個只有短暫工時的人在使用嘛 沒有所謂外勞的問題嘛對不對 1比2都不夠我覺得至少要1比2的程度 所以委員這個邏輯論述其實跟我們去年在召開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的時候 全國總工會的代表所提出來的邏輯論述是一樣的啦 那麼所以在去年召開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之後啊 我們自己本身也在檢討反省我們目前的這個 時薪跟月薪之間的連動 1比1的連動的這樣的一個處理方式是否妥當 那某種程度我們其實在 之前也透過學者專家的一些研究啊 覺得某種程度啊 時薪跟月薪的部分 因為時薪的確它所付出的這個成本代價是比較高的 譬如說我如果做這邊做兩個小時那邊做兩個小時 我其實往返的那個車程所付出的費用也增加很多啊 都增加很多 所以在時薪的部分呢 我們今年在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召開的時候啊 會充分的跟老子學政司方代表來做一些說明 那我們希望時薪的部分能夠有比較大的一個調整 所以我們目前的預計是從103塊調到115塊 這邊的比例大概就有12%的提高 坦白講啦 我把它歸納這樣啦 會去做partite的是因為 我把它歸類是比較弱勢的部分 也的確是因為我們自己本身也看到二度就業的婦女或者打工的年輕人 用這種短時間來貼補家用的人真的很需要再照顧啦 我坦白講像這種 像這種我們再沒有給一個合理的報酬的話 這一些會越來越弱勢啦 我們社會補助 社會救助條例都已經去年七月一分就上路啦 我們本來在這一方面就要配合社會條例 要趕快及時的來更改 所以本習在這裡啊 認為說至少1比1比1.2 不能再1比1啦 是跟文報告就說 的確是因為我自己本身為了這件事情做了一個大規模的調查 然後就發現說 呃 台灣的這大公司很奇怪 就是說300人500人以上這些大公司 他在月薪的部分他其實對員工是比較有照顧的 一定都高於基本工資以上嘛 而且幅度可能還不少 但是 即便是這麼大的公司 他在做時薪的部分啊 都會跟著政府的基本工資的時薪在走 所以的確是形成一個不公平的一個現象 那我也覺得台灣目前這樣的一個勞動市場 必須被某種程度的來做一些矯正 所以也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所以我們會覺得說 基本工資的時薪的部分 他本來只是一個最低的標準 可是在目前的整個就業市場上面 尤其是這些大公司 已經把它當作標準時薪在做使用 所以政府的基本工資調整有一個引導的作用 所以政府的基本工資調整有一個引導的作用 要做最大的努力 大家是覺得說我們在調整方向的時候 至少啦 至少啦 應該要1比1.2以上 這樣齁 才 比較貼切社會現在的需求 也對這些弱勢啊 算是一種照顧啦 我也打工過了 我從八歲開始 我就每個學期都在打工啊 對不對 啊你打工的人 什麼人要去做 有正常的什麼人要去做打工 對不對 有辦法做正常最好班的人 什麼人要去做八台 對不對 啊為什麼這關 這關的要真的受幫忙的人 我們政府沒辦法去照顧 這真的我們劉委會在 在檢討這個基本工資的時候 我想在這方面應該多多加強 好不好 這也是應該不能再1比1啦齁 我們會遵照委員指示的方向來做努力 另外齁 我看齁 我們的合理派遣的 這個勞動權利齁 我們老委會本身啊 登錄的人啊 只有32人 但是啊 我看 這個我們在安定就業基金上 用的就一千三百多位的這個派遣人工啊 我們劉委會自己是最高主管機關 自己帶頭違法 我跟你說違法就是 不合理啦 就是違法啦 你要求別人 不可以動用派遣 自己動用派遣 這還給你 跟委員報告就說 呃 這個部分我們會盡我們最大努力 來跟認識行政局來做一些溝通齁 因為其實那個原額的管控部分 新水 又吃點 有什麼 現在又問什麼 英文卒理員啊 英文促進員啊 英文輔導員啊 英文督導員啊 齁 林堂盲目 大家都計算都有差 啊結果 廣期也是遂用那些人 你老委會 我就認為你老委會 帶頭違法就是因為你廣期一樣用那些人 在變動啦 我們也覺得這些部分 的確都是應該做一些調整 我覺得馬上要改進 如果我們老委會 自己本身 都沒有帶頭 來來來 遵循法令的話 那你叫全國其他的事業單位 怎麼來 這個遵守法令呢 所以我覺得這方面 真的是我們老委會不可取啦 這方面一定要改進好不好 也請委員多幫忙